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台风海贝斯登陆日本 记者奔赴前方带来最新消息 联合国遭遇钱荒节衣缩食 会员国拖欠会费成主因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家政服务行业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 那就是月扫市场 随着消费升级 月扫的职业门槛也在提高 在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月扫的收费普遍都在万元以上 这也吸引了不少学院背景 以及医护行业的专业人才 投身到这个行当 刘恩静原本是天津一家国企的员工 工作稳定 待遇也不错 不过就在去年 拥有大专学历的她 决定做一名住家月扫 完完全全地坐在行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 本科专科生特别多 最年轻的二十七八岁 发现自己广有个月扫症 根本就不行 然后陆续呢 我又考了一些个产后恢复 比如脆弱 比如摄疹 还有一个身体理疗 服务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89%以上的消费者 希望月扫有母婴健康管理的 相关专业知识 69.7%以上的孕妈希望 月扫有产后康复经验 68%以上的新生儿家庭希望 月扫有早教能力开发的经验 消费者需求升级 也直接抬高了月扫的行业门槛 一些医护行业背景的人才 也开始进入月扫行业 我们的从业人员这一块 一定要有专业知识 一定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 各个方面吧 内外 富尔这一块都需要了解 在北京一家月子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 就在两年前 有大专学历的应聘者 还是凤毛麟角 但今年的行情让他感到吃惊 就拿今天来说 因为急着要护士 我就发了一个广告 就这一天我还没看呢 现在超过100个护士应聘的 而我要求的这个标准呢 是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 三年到五年经验 然后5000到8000的工资 就这种要求 很多人都愿意到这个里面来 数据显示 2015年之前 50%到60%的 母婴保健服务机构的 相关从业人员 学历为高中毕业 或中职院校毕业 拥有大专本科学历的从业者 不超过30% 但是今年 本科级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 普遍提升了10%到20% 月扫市场规模扩大 整体素质提升 对于消费者来说 肯定是一件好事 不过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 消费者要想挑到一名 称心如意的月扫 依旧不容易 北京兰先生的宝宝刚满两个月 孩子出生前 他就开始物色月子会所了 但是一番挑选下来 真是不容易 3万块钱的月扫 跟6万块钱的月扫 有人也可能问你要10万块钱 但是你怎么区别 没有办法 好像有好多的样子 但是真正拿出来有口碑的 也就两三家 三四家 和兰先生一样挑花眼的消费者 还有很多 由于目前月扫从业者的技能认证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选月扫大多靠感觉碰运气 就是他的一些证书吧 像这个月扫症 还有一些个催乳症 这些东西 说实话 不是说特别内啥 应该不可能是有假的吧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月扫培训 搜索结果有上万个 不少培训机构声称 只要经过7天到半个月的培训 证书保拿并且推荐工作 咱们是15天 半个月就学出来了 直接上咱们公司来就行 对 三天是财能班 然后呢 680是基础班 那那个这个证 我交到三千以后是包拿是吧 对 保拿了 而另一家培训机构则表示 自己颁发的证书全国通用 但当记者追问 颁发机构是哪里时 工作人员却是含糊其词 培训的话是 一千年八十 完了过后 会给你颁发一个 全国通用的证书 这个证是全国通用的 什么 是能公司给颁发还是 是咱们就是说 人力资源部门下水部门颁发的 不是咱们公司给颁发的 认理资源是啥意思 就是最权威的一个机构 因为是坦言 无标准 正是造成班证机构遍地开花 缺乏监管的根源 那我们现在社会上 我们阅制机构 或者说我们的家政机构 我们自己就发很多证 我自己给自己评劳 我这是高级师 可能两天三天的培训 就说它是高级的 中级的 没有一个标准 那没有这个标准 就造成了滥意充数 月扫的从业技术标准不同意 这就让消费者 选择月扫的时候没有依据 其实也会让月扫行业的 从业者感到迷茫 甚至因为各种培训机构的 忽悠多花冤枉钱 不过记者了解到 月扫行业相关的技术国标 有望在明年出台 记者在查询了 2019年1月17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最新版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后发现 目前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 并没有母婴护理师 和月扫的职业称谓 仅有育婴员这一职业 而虽然由国家标准委 发布的家政服务 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 早在2016年2月就正式实施了 但由于这个规范 并非强制性标准 因此在实际落地中 月扫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资质 依旧大多由培训机构说了算 专家表示 职业细分和行业规范的认定 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 母婴这个行业 它就分了16个大类 它就应该有不同类别的 职业培训规范 服务规范 还有我们的职业证书的规范 这样才能将这个行业 家政行业还是母婴行业 才能健康有序地去发展 除了要尽快对职业类别进行细分 业内人士还提出 由于产后护理属于 技术密集型的工种 因此对相关人员的技术规范 也应更加规范和统一 据透露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 相关国家标准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提升行业的服务质量 这个标准可能明年初就能够出来 真正制定当中 青秋十月又是一年的收获季 全国各地的农民采收盲 下面让我们的记者带着大家 到各地去看一看今年的收成如何 沿下正是贵州赤水大竹笋收获的时候 家住宝源乡莲华村的村民陈勇 每天一大早就会来到自家竹林里 抢挖当天破土而出的鲜笋 由于今年的雨量充沛 赤水大竹笋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作为全国十大竹箱之一 目前贵州赤水的五万多亩大竹笋 进入财挖季 预计今年能收获2500万斤鲜笋 综合产值将超过1亿元 最近几天 陕西未南同关的两万多亩 卵子石榴也进入了采摘期 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村民姚军盛告诉我们 今年他家五亩地 不仅每亩能收1000公斤石榴 还能卖上个好价钱 我这些都是一斤 我卖了个橙 咱们一个一个关了手 一斤都是十几万斤 目前同关软子石榴 种植面积26000多亩 挂过1万亩 年产量超过50万斤 软子石榴 已经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 主导产业之一 云南宝山是我国田市 主要产区之一 今秋十月 这里的四万多亩田市 迎来收获的时节 金灿灿的柿子挂满枝头 辛勤忙碌一年的果农们 正在加紧采摘 价格方面比去年也好了很多了 去年差不多些最好的大果 也就是再个四块多一点 今年也到了五块到六块之间 12号的傍晚 今年的第19号台风 海贝斯在日本金刚线的 伊豆半岛登陆 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 台风登陆的相关影响 马上要来连线一下 正在日本千叶线的财经频道 特约记者李千文 千文你好 听说昨天晚上 你就去到了现在所在地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现在我所在的是 日本千叶线的巨南艇 那今年的第19号台风 海贝斯登陆以后 这里也是遭到了狂风暴雨的侵袭 那最高风速是一度达到了40米每秒 那实际上昨天晚上 我们就已经到达了这里 我们居住在当地的旅馆当中 也是感觉到这个楼房 被大风吹得是摇摇欲坠 而且站在外面是几乎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同时我们现在也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时不时的有镇震的强风 吹到我的脸上 那我们也能观察到 现在我身后的一些房屋 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损坏 本来用于房屋顶上 用于防灾的这个蓝色遮雨布 也是被昨晚的大风刮到了电线杆上 现在正在挂在电线杆上 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并且还有一些房屋的这个瓦片 是被吹落到了地面上 那今天早晨我们在开车赶来的路上 也是一路上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电线杆 告示牌被吹歪 包括一些树木树枝被吹断 挡在道路中央也是造成了这个交通的不畅 那实际上昨天的这个台风 也是一度导致千叶线内 有12万户居民停电 那包括现在我所处的这样一个地区 也是正在停电的这个状态之中 并且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 也能够感觉到 我们前方工作人员六七部手机当中 只有两台能够打通电话 那整个通讯的信号也是非常的不佳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千叶线巨南艇 也是上一次台风法西过境后 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 那么时隔一个月再次遭受了 这个超强台风的袭击呢 本来已经在灾后重建状态当中的 这个小镇呢 是再一次变得满目创意 那刚才我们在早晨过来的路上 也看到一些居民 已经开始确认自己家的这个受灾状况 并且是开始修缮自己的房屋 那现在这个庭院当中 我刚刚就看见有一个居民 正在地上清理自家的这个杂物 我们也来问一问他 昨天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这位居民也是告诉我说 他现在就正在清理 昨天从这个屋顶上掉落下来的 这些瓦片 昨天是怎么过去的呢 家的方が怖了 所以我去到町的避难所 他说因为感到 昨天这个家中被风吹得 遥遥遥遇着非常危险 所以他昨天并没有带在家里 去到了市内的避难所 去进行这样一个避难 这位居民也是告诉我说 他再次回到家中以后发现 台风来临过后 他家的这个瓦片是从屋顶上掉落到地面 因此也是造成了漏雨的这样一个状况 导致家中的地板被淋湿 包括像他家的这一面玻璃 也是被强风拍碎 现在是已经碎掉的这样一个状态 心情看起来也是比较沉重 再次我们也是希望当地居民 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以上就是我们在日本千叶县 带来的报道 再次感谢倩文 也非常地感谢这两天 从前方给我们进行直播连线的 特约记者还有当地工作人员们 再次谢谢你们 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 当地时间的13号12时许 台风海贝斯已经抵达了 日本东北地区近海 截至当地时间的13号的中午 海贝斯已经导致了 日本国内12人死亡 26人失踪 100多人受伤 超过21万户的居民宫殿 仍然没有恢复 日本气象厅的官员表示 这是近60年以来 东京经历过的最强台风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海贝斯于当地时间19时登陆 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 最大风速为每秒40米 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范围内 14条河流水位暴涨 淹没周边建筑 造成至少3.4万街民居被损毁 目前暴雨已经导致多地河水上涨 水库蓄水量激增 日本对石耐川县等地的水库 进行紧急泄洪 气象厅提醒下游民众紧急避难 此外受台风影响 群马县发生山体滑坡 民房倒塌 多人下落不明 面对台风的强势来袭 日本气象厅向东京 神奈川 旗域 群马等地 都发出大雨特别警报 警报级别为最高的五级 气象厅表示 暴雨极易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建议人民寻找避难所 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此外 以东京为中心 东日本地区的交通 12号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轨道交通方面 多条新干线 东京首都圈铁路 以及绝大部分地铁线路 全天停运或减少运行车次 航空方面 12号 全日空 日本航空等各大航空公司 在宇田机场 成田机场起降的 国内航班全部停飞 国际航线除了早晨的航班之外 大部分停飞 截止到13号中午 虽然部分地铁线路 已经陆续恢复运营 但多条公路的清账作业仍未完成 大部分快递公司 停止了邮寄运送业务 原计划13号当天 起降于成田 宇田等机场的 超过8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也在官网上发布了 台风相关的紧急提醒 呼吁复日的游客 以及计划出行的中国公民 要及时关注天气的状况 提前调整行程 远离河道 海边以及山区 以避免遭遇洪水 或者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确保出行的安全 接下来来看一则 关于联合国的消息 为了应对目前面临的财务困难 联合国日前决定将会采取 一系列严厉的截支措施 包括减少公务出差 推迟购买商品和服务 减少水电开支 同时还将严格限制招聘新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 迪亚里克11号对媒体透露 古特雷斯在近日写给 联合国各部门办事处 以及区域委员会负责人的一封信中 通报了联合国当前面临的财务困难 要求联合国各级官员采取截支措施 古特雷斯在信中表示 公务出差将仅限于最重要的活动 尽可能减少所有与人员开支无关的支出 古特雷斯还下令推迟购买商品和服务 实施节能措施 减少水电开支 所有联合国总部会议场所 将不再安排在官方会议前后 即周末举行任何活动 对已递交的活动申请要重新审核 同时联合国还将严格限制招聘新人 联合国主管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事务的 副秘书长凯瑟琳·波拉德 在11号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截至本月9号 联合国1.5亿美元的周转基金 以及2.03亿美元的专用账户资金 已全部被耗尽 与此同时 联合国常规预算现金赤字高达3.86亿美元 据预测到10月底 联合国现金赤字将创下历史记录 超过去年的4.88亿美元 据了解 截至10月7号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 只有129个全额缴纳了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 截至9月底 会员国支付了全部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的70% 低于去年同期的78% 而作为联合国第一大会费国 美国长期拖欠会费 累计拖欠约10.55亿美元 占全部欠费总额的76% 近年来 联合国常规预算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并且每年的情况都比上一年更加严峻 截至2018年底 会员国拖欠会费总额为5.29亿美元 相当于当年联合国常规预算应分摊额的20%以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波音737 MAX的安全系统漏洞问题 11号一个国际航空安全监管机构联合小组发布了报告称 美国联邦航空局缺少评估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能力 且在评估当中存在着违规现象 这些共同导致了飞机的安全漏洞没有被发现 同一天波音公司宣布 波音公司的现任首席执行官将不再兼任董事长 去年10月的印尼失航与今年3月的I航 两起空难均与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自动防湿速软件 被错误的激活有关 这个软件名叫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最新发布的报告称 这一系统未被视作是一个完整的功能去加以评估 而相关评估过程也是碎片化的 报告说如果美联邦航空局技术人员完全了解这一系统 本可以要求飞机加装稳定器 而这也许能避免空难的发生 空难发生后人们发现 这一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安全评估监管责任 居然被美联邦航空局外包给了波音 而为了使这一系列飞机尽快投入使用 部分承担评估监管责任的波音雇员 面临了所谓不当压力 而在波音方面 11号波音公司宣布 公司董事会已经将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分开 丹尼斯·米伦伯格将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公司总裁兼董事 这将使米伦伯格能够全新专注于公司运营 目前波音正致力于 让涉及两起致命空难的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 尽快复飞 再来关注12号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对库尔德武装发起的军事行动 进入到了第4天 在当天的行动当中 土耳其军队控制了叙利亚北部的重要边境城镇 拉斯爱因 土耳其国防部称 这是和平之权行动发起以来 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进展 12号 土耳其军队和土耳其支持的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在炮火和空袭的掩护下 持续在拉斯爱因和泰勒艾布耶德附近推进 土耳其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土耳其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土耳其国防部已经控制了 拉斯爱因的中心区域 目前战斗仍在继续 连日来的战事 导致土耳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迫使大量叙利亚难民逃离 另据库尔德武装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军12号表示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 激活了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多地的分支 将导致极端组织卷土重来 为此他们呼吁 共同打击极端组织的国家 对土耳其战机关闭领空 叙利亚民主军方面还表示 如果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持续 那么叙利亚民主军将优先保护领土和人民 而不是看守被囚禁的极端组织成员 阿拉伯国家联盟12号 在位于开罗的阿蒙总部 召开紧急外长会 就土耳其对叙利亚军事打击仪式进行磋商 阿蒙秘书长盖特 及多位阿拉伯国家外长 在会上对土方行动表示强烈谴责 并表示土方行动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动荡 阿蒙秘书长盖特称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是对叙利亚的入侵 阿蒙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阻止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外 鉴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欧洲多国陆续表示暂停向土耳其出售武器 据法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12号 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表联合声明称 已决定暂停向土耳其出售 所有可能用于此次打击行动的武器 同时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也表示 德国将不会向土耳其颁发新的 国防工业产品出口许可证 此前 芬兰 挪威和荷兰 也已宣布暂停向土耳其出口武器 再来关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地时间的12号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尔良市 一个在建酒店的部分楼层发生了垮塌 目前已经导致了一人死亡 至少18人受伤 另外有至少3人下落不明 据报道 这座在建的酒店于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左右发生摇晃 很快6至8层发生垮塌 钢筋混凌土散落在街道上 事发后 惊魂未定的民众聚集在附近街区 事发后 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救和清理工作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艾德华兹当天也赶往事发现场 了解事故的调查进展 并要求民众远离现场 据了解18名伤者已被送到医院就职 目前伤势稳定 没有路人在这次事故中死伤 当地官员表示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再来关注 12日晚上10点55分 广西玉陵市北流市发生了5.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地震发生之后 玉陵城区震感明显 不少群众纷纷走出家门 到空旷的区域紧急避险 10月13号凌晨2点左右 记者在广西玉陵市的摄政广场看到 市民纷纷聚集在这里避险 市民文女士告诉记者 她家住在17楼 地震发生时 她突然感觉房屋在晃动 便立即和家人一起跑到楼下避险 我当时坐在饭桌前 然后手搭在饭桌前的时候 感觉到手很麻 然后以为是路边的车抖动 然后我女儿她也说 她坐在床上也感觉到 床也抖动了 后面我们就换衣服 就绑一楼跑了 记者从广西地震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 玉陵城区无人员受伤报告 无房屋倒塌报告 玉陵城区六个地震监测点 均无异常发生 地震发生后 广西地震局进行了一个地震紧急飞伤 根据飞伤结果 我们觉得未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再来关注天气 又要降温了 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开始到15号 新一股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国 中东部地区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和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 受这股冷空气影响 东北华北的气温将在13号前后降到近期最低点 黄淮14号到15号 江淮及其以南地区15到16号也将陆续降到近期最低 降温后 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 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 从11号傍晚开始 青海海北门源县 麒连县等地迎来降雪 国道227县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雪结冰 积雪平均厚度10厘米左右 沿线20多辆大型车辆滞留 民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了陷阱等交通管制措施 当地公路养护 陆镇交警部门 棉业组织人员清雪除冰 并为被困的大车司机提供方便面等应急食物 12号下午 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12号到14号 辽宁省因冷空气来袭 气温普遍骤降8摄氏度左右 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跌破0摄氏度 预计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4号到15号的早晨 辽宁的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可以达到零下4摄氏度到1摄氏度 将会有霜洞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 本轮冷空气持续时间长 耐力足 14号凌晨 沈阳也有可能在这一天 首次跌破0摄氏度 再来看昨天的第五届 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 会迎来首个公众日 多型国产武装直升机 民用直升机纷纷登台亮相 为观众带来一场空中的视觉盛宴 现在在现场一架直视武装直升机 正在进行单机表演 它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角度达到540度左右的回转 这个动作不仅体现了飞行员人机合一的协调性 更展示了直视强大的机动性能 现在是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的最后一个动作 四架直视武装直升机组成了密集编队 快速超低空通场 快速拉起 达到顶点 开花 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像是一朵美丽的鲜花 在空中绽放 加入表演的元素和音素更多 可能在这个拉烟呀 包括打弹的效果上呢 可能会更好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展示 可以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 本届直播会进入公众日后 每天都将进行两场飞行表演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视觉享受 投资消费会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美国80%电子烟相关疾病患者小于35岁 杜绝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 道足且长 日本便利店巨头7-11母公司 宣布将会裁员4000人 关闭部分门店 首先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电子烟的话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 美国国内呢 已经有26人 因为与电子烟相关的疾病死亡 另外呢 有大约1300人 因为使用电子烟产品 而导致了肺部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在11号公布与电子烟相关病例的最新数据 数据显示 全美共有26人死于与电子烟有关的疾病 肺部受损的病人达到1299人 其中在1043名公开了性别与年龄等资料的患者当中 70%的患者为男性 80%的患者年龄不到35岁 为应对电子烟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 美国旧金山市 纽约市和密歇根州等地 已经相继出台了电子烟零售法案 然而 如何杜绝未成年人购买和使用电子烟 还需要政府出台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电子烟自2006年开始在美国出售 之后迅速普及 与此同时 与电子烟有关的病例数量 也呈激增之势 目前相关部门还在调查 电子烟致病的确切原因 有专家甚至呼吁 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 应当暂停使用电子烟 来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便利店巨头7-11的母公司 日本七合一公司 日前宣布旗下的各公司的裁员计划 涉及到包括重光锡屋百货 和一腾羊花糖在内的大约4000人 日媒称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裁员数量相当于公司总人数的两成 这也再次反映出电商快速发展 与人手不足 给百货电与超市的经营 带来的直接影响 根据了解 7-11考虑到人工费的上涨 将会降低连锁加盟店的专利费 同时会关闭不盈利的门店 欢迎回来 11号的下午 生活在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 小丫头顺利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宝宝 根据了解 一般基地的大熊猫是在6到9月份期间生产 所以说这对双胞胎成为了将近10年以来 唯一没有赶上基地新生幼崽亮相的一对 迟到的大熊猫宝宝 眼前就是大熊猫小丫头产下的双胞胎幼崽 两只新生的幼崽都是雄性 它们叫声洪亮 中气十足 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 大熊猫小丫头于今年春季发情配种 之后在熊猫基地月亮产房代产 10月10号晚上 大熊猫小丫头开始出现零产行为 11号13点58分产下第一载 16点35分产下第二只幼崽 小丫头产下第二只幼崽后 将两只幼崽抱起来进行舔视 表现出很好的母性 这已经不是大熊猫小丫头第一次当妈妈了 此前它分别在2012年 2015年和2017年都有产载的经历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 专家表示 大熊猫是有季节性发情的动物 通常春季发情 初夏至秋季产载 根据个体差异而不同 孕期在80天到180天不等 截至10月12号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今年共繁育大熊猫 七胎十一载 成活十一载 12号对于很多跑者来说 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马拉松世界记录保持者 肯尼亚的著名长跑运动员 基普乔格 在奥地利维也纳 冲击全程马拉松 两小时大观成功 最终的成绩是 一小时59分40秒2 基普乔格成为了 在两小时之内 完成全程马拉松的 历史第一人 据路透社报道 当天的比赛是专为 基普乔格冲击马拉松 两小时大观而组织的 不是正式的马拉松比赛 因此成绩不会被 国际田链认定为 新的世界记录 据了解 比赛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 为了获得最适合比赛的 温度和湿度条件 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 直到11号下午 才最终确定开跑的时间 当地时间12号早上8点15分 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 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 由一辆设定配速的 电动车引导 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 围绕下跑在中间 陪跑员都是从全球 挑选的马拉松好手 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 组织团队成员 骑自行车在旁边扮行 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 技术支持和补给 全程9.6公里的赛道主体 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音大道 道路平直 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 通常的马拉松比赛 并不具备上述理想条件 这也是这一成绩 不被国际田连正式认可的原因 最终基普乔格不负众望 成为在两个小时内 完成全程马拉松的历史第一人 基普乔格现年34岁 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 男子马拉松冠军 2018年9月 基普乔格在柏林马拉松 以两小时1分39秒夺冠 并创造了新的马拉松世界纪录 再次出合谈 当然大千世界 什么样的比赛都有 第二世界北美背媳妇冠军赛 昨天就在美国的缅英州举行 丈夫需要背着自己的妻子 越过多个障碍 还有水坑 用时最少的将会获胜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感受一下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再次出发 在后面 让我们看到 体勇立正在 这些消灭中 一些民业 经历 他们改了 平衡 他们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